10位朋友想要问说如何将资讯内化为自己的知识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对我来讲就是把资讯内化成知识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去创造 话比像说像翻译就是一种创造 通常我看一本书 大家可能知道是有点像扫描机或音机或传承机 我小时候的传承机呢 就是它扫一行才传一行 所以它进行是很慢的 那现在的传承机是很先紧 就是你一页一页全部扫进去 然后它放在它那个视觉记忆体里面 然后它慢慢的再去拨电话 所以电话就算拨不通也没什么关系 你只可以先拿去别的地方 它等拨通了然后再传承出去 现在大概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看书也是如此 就是我睡前就会很快的把一本书翻过去 那翻完之后呢 我脑里也不会就是发出声音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很快 如果发出声音的话 那你一分钟只能看下来一次 因为讲话速度就这么快 对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看完这些书出来我就去睡觉 那我睡蛮大小时醒来 这个书里面的因素就大概了解了 那但是我会使用电子书 而不是纸本书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是一个粗略的了解 就是就是陶渊明那种不求生结的了解 那所以这时候我只记得一些关键词 跟它们中间的概念的关系 所以如果没有全文检索的话 我其实是没有办法背起来那一段话 到底是在讲什么 所以有电子书的话 那就非常简单 我因为记得概念之间的架构嘛 所以我只要用全文检索 我就知道说 好原这段是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在脑里就有一个数量的结构 那这个就是一个翻译工作 就是我在看中文书的话 那我会在脑里组成一个英文的架构 甚至我会随手写一些英文的笔记 反过来讲 我如果在看英文书的话 我在脑里翻成中文的架构 或者随手做一些中文的笔记 那当你做出一个创作的工作 像翻译工作的时候 其实这就是你自己的知识了 就是因为是透过你的手 自己把它写下来的嘛 那通常呢 如果你是 比如说听一个英文的演讲 然后你通知打英文的竹子稿 或者是英文的笔记 那这个很容易 就是真的是左耳镜右手出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在脑里面 没有什么长期的记忆 但是因为经过一个 有意识的处理 就是转意的处理 那这样就很容易 内化成自己的知识 但因为这个书非常困难的话 那我就要加班 就是要睡到九个小时 那像我看天能 看天能的时候 南天晚上 就是我就睡了十个小时 因为天能真的很困难 那但是睡了十小时 之后醒来 天能我就完全懂了 这个剧情非常的简单 这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 透过这样的办法 来整理内化成自己的知识 来到这一段时间差不多的 有关灵呢 对